各位朋友親 大家好 我是陳美冠 歡迎收看今天這位採視的婚姻新聞 海順主中部地区順豐郊君臨集隊 日前在中華地区一戶主席裡面 真破一支大麻工場 當中要抓到人生嫌棺 建立操作大麻151章跟途項相關的制度企固 也順便推薦到另外一名其事主権 經過調查憲法算好這回大麻修行的期間 剛好是遇到孤立的幾年 想要賺這個機會來賺一條大條的 早安依照到幾關特兵幾個海峰在調裂 將這兩位憲法 以上到婚姻地匯歡迎檢察室來進班 今天是看劇也拍電視了 看調查集隊以及驚訪頂頂一班人員找出門 憲法知道自己沒有帶走路 當中心驗在進大麻 建立的超過程 積了一隻手 天了 是你舉起上一次 你選擇的 你讓手要離開 要把就照部 到真的 對 再再再再再再再 考驗 憲法身經在進大麻已經有一段時間 而且常常有多個地方 想要途頂立的陷阱 想要讓人注意一年的時間 他們兩個都有相當高的學歷 以前也曾经养鸡过 但是就是说生意不好 赔钱 因此才听到左旋来冒险 加上他们的专业知识 才来种植这个大马 无其暴力 担集图表示 今年我政府任务的减速 在进班一间缓冻案件时 就注意到这两名的嫌患非常抗议 经过队载了后 众生在他们的制作工程里面 超出患然的劲骨 初步了解就是说 它的大马有151株 然后有收到各种 它的风干机等等的 制造的机器等等 我们大约初步 我们做到有151株 估计的话可能有达到100多万 两名香港和特别风干合作 算好大马修行的时间 想要趁机会趁大钱好过年 因为他们都有相当的专业 以及学历 判对这方面有相当的内行 因为从种到都 从开始呢 是从这个种子 从这开始 从这开始长 然后再经过了长高以后 然后再移植 所以移植再种到这样 那大约差不多 前后三个月到四个月就可以收成 专门以为换 特别危害风阻的条例 从这两名欠缓 二三分年代減数经班 同时也好有民众 不可以照顾特别 接受特别 应该要准备爱笑 自己的心心健康 记者带位 虎宁昌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